NBA历史实大因为个人而改变规则的球员,历史八人现役两人NBA休赛季联盟管理层需要聚集到一起,讨论关于更改或增山NBA赛场规则的问题,其中某些规则的设立尽未限制某位球员或小部分球员,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一起看看NBA中有哪些因为个人而改变的规则。 一、三秒区的扩张NBA三秒区的扩张时可分为两个阶段,在1951到52赛季,为了限制乔治麦肯的统治力,将三秒区从6英尺扩大至12英尺,而13年之后,NBA在1964到65赛季,再次扩大三秒区从12英尺到16英尺,本次扩张是为了限制张伯伦。 二、禁止拔球且跳扣篮,以及球触及篮筐篮板之前,不能提起进线1972到1973赛季,NBA出台了关于拔球的规定,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限制张伯伦通过扣篮的形式来执行拔球。 该规则最早出台与NCAA联盟,虽然这项规则仍被记录于NBA裁判手册中,但执行的并不严格。 三、乔丹法则1988年联盟出台了反孤立法则,即要求持球者在强策进行单打时,球队不允许有超过两名队员都沉入罚球胡柄以下,以达到清空一侧球场的目的。 这条规则在乔丹第一次退役之后被备除,此外,乔丹法则亦代表当年活塞对公牛的一种策略,即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乔丹得分,如果还是防不住,就放任乔丹得分,死防袭于四人。 四、特伦特·塔克规则1989到90赛季,效力于尼克斯的塔克在比赛还剩0.1秒石头中三分,绝扎公牛队,赛后公牛提出抗议,联盟通过以真位单位的方式观看录像,并结合球员测试,得到球员不可能在少于0.3秒的情况下完成投篮, 自此,联盟制定了少于0.3秒,只能进行空中接力或点拨球,否则投中无效。 五、球员流血必须下场1991到92赛季,在魔术师约翰逊宣布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之后,NBA球员对魔术师感到恐惧,在一场常规赛中,魔术师的手臂被划破了出血,一时间球员与魔术师保持了距离并且感到紧张。 自此NBA修正规定,要求球员出血,必须置血后才能回到球场。 六、背身5秒制定背身5秒规则主要是提高球场观赏性,其主要针对对象是马克杰克逊,而非爵士巴克利。 这项规则出台于1999到00赛季,此时的巴克利已有36岁的高龄。 七、允许联防2001到02赛季,取消联防禁令,增加防守3秒规则,被视为针对奥尼尔的一项法则。 自新规则实施后,奥尼尔的统治力并没有明显下降,因为他早已习惯了对手的包夹。 八、雷吉米勒法则 此法则出台于2012到2013赛季,针对投篮球员故意伸腿制造犯规而制定,因为前NBA球星米勒非常擅长腿部制造犯规。 故而命名魏雷吉米勒法则,九、禁止非法电梯门战术 禁止电梯门战术其重要,针对对象施库里和汤普森,故名字意电梯门战术犹如电梯大门一般,能开能关,两名大各自,犹如两扇门,投手从中穿过之时,关门挡住防守球员,此战术已被联盟禁止,因为掩护球员没有留给防守球员,改变线路的时候或停止 一动,属于零星的非法掩护,10、哈登法则,2017到2018赛季,NBA出台了哈登法则,只修员在身体接触过程,中向上挥舞手臂将不再是做投篮犯规,虽然NBA为了保持比赛流畅线和观赏性,推出哈登法则并没有错,但上赛季略有矫枉过正之前。